台灣的情報首長陳明通最近有個霸的消息 提到蔡英文政府非常穩健,這一兩三年都不應該有事 這個報道馬上被BBC拿來重點報道 你收到什麼資料呢,這個叫台灣國安局局長陳明通在立法院答詢的環節裏面 就是詢問和他的回答,就說兩岸在蔡政府任內都不會有事 你是求簽得到還是用玄學推斷呢 不是啊,你用國安局局長,你的情報收到說很肯定大陸在蔡英文做完這一任的總統之前都不會出手 當然有很多推測,就說是不是這個烏克蘭的事件呢 這個模式就嚇驚了大陸呢 你這個台灣情報人員,就是這個首腦,你是根據什麼去推斷呢 而且說得這麼糟糕,很不符合這個情報組織的文化規章 第二就是再進一步,他說有了消息可以判斷 因為呢,第一件事呢,就是今年這個可能是10月到11月就會有這個中國二十大 中國二十大,中共二十大是非常重要的,就決定呢 習近平會不會留任,或者是繼續他的管治 這位啊,首長啊,看著我們那位啊,就是那個樣子,戴著口罩那位 看著我們那個,陳明通就說,喂,這個習主席呢,都將會連任啊 說你又猜到,還是收到情報呢,他說將會繼續連任 那麼這個的,但是政治局的名單會有調整,說 真的是,這個是燈神還是古神就真的不知道了 還有呢,就是還有一連串所說的,就說 好了,我講到這裡為止,不過呢,就是,不會再進一步了 不過呢,他再說,我們台灣的情報能力是掌握了不少的 就是說呢,我們工作非常之好,就是做得非常之好 因為中共高層的一舉一動呢,染染附啊 在我們台灣情報局,尤其是這位國安局局長的手中 啊,這件事呢,就馬上引起這個的台灣的一些的軍情人員 就是有些不同的看法了,那麼這一位的軍情人員呢 就以前是做過這個軍,軍事的這個職位的 叫尤北辰,就說,喂,台灣情報公宅呢 培養那個人員,通常是在臥底做事的話 不是吸收當地的人,去獲取消息,甚至是拆反一個高層官員 用這些訊息拼購出來的,但是說,如果你說到這麼,公佈到這麼具體的內容呢 似乎不是合常理的,如果你說到這麼死,說一、二、三年你都沒事 這個習近平是一定會連任,接著說,這個政治局會有些改動 你覺得這麼實麻實,這些如果是你真的可以掌握到這麼清晰的情報呢 你們是適合向這個三軍統領,就是蔡英文去報告,就不是私下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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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這件事才合乎這個情理 我們再說一次 台灣這種大口就是有傳統的 李登輝就是一個非常大口 就是阿輝伯 害死人不得已 幾乎要搞到一窩粥 事後這個是1996年 李登輝1995年去到訪問美國 這條引發是1996年的台灣的危機 因為大陸試射飛彈過去了 在高雄和基隆那裡下降 當時是很緊張 因為也傳說解放的時候 會趁這個登陸演習 一拼走過去台灣 因為他們不想見到這位大口仔李登輝 去連任 美國也很想支持 想把台灣正常化 想把台灣國際化 想把台灣確認獨立 所以這個時候一定出實 不過當時美國已經派了兩支航空母艦的戰鬥群 飛奔過來台海就鎮住 好了 沒事發生 就是說大家都是保住了 不過這位為何叫他做大口仔 這位阿輝伯 不是不尊重老人家 這位老人家怎麼說呢 當時在中國的大陸飛的飛彈過來的時候 他就說這些彈是啞彈來的 就是說是空殼 就是說射過來 純粹是威脅而已 威脅而已 沒有了道 他不會射真的飛彈過來 更何況是 他都不敢登陸的 講到好死 這件事情 引起江澤民當時的政府的注意 咦?你掌握得這麼清晰 於是乎想想想 應該要從他們自己大陸的高層 或者是抉擇層裏面做排查 就是說 李登輝這個角落這麼死 就洩露了 原來他真的擺了一隻叫做染鼠 什麼叫染鼠 我看得這個John McCart的少許多 染鼠 染鼠是一種動物 是不是代表 是安插了在敵方高層的特工 就是叛徒 染鼠 在所謂的John McCart的小說 其中有這個Jaws Smiley的三部曲裡面 都是說他如何去追尋到 追蹤到最終消滅到潛藏起或者臥底 在這個英國原廠 就是說他們的情報機構裡面的一隻大的染鼠 這個染鼠是跟蘇聯相關 這個染鼠是出賣了英國的很多情報工作 甚至沒有害死人 於是乎 那些大民政府真的去派查 終於抽出了中間那一群 有一群染鼠 其中有少將 其中有這樣的暴術 拿去槍斃 這個消息我不公佈 不過就是看完出來 就是其他的新聞就有講到 如果這次這麼實牙實恥 講到說 喂 習主席好像跟他講過 我們這幾年都不會供台灣的了 跟這個蔡英文 因為我們現在要搞這個二十大 那二十大呢 我說會連任的了 不過我會換些人 你講得這麼清楚 你是不是想說北京都有染鼠 這一個這樣的台灣這些這樣的大小文化 是不值得信任的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做了他 你給他拆範了 你打算收他錢 做他的臥底 做他的染子 你死定了 因為很快如果這次真的有這個染鼠 在北京的話 很快就排查出來 又有一批人如果真的是染鼠的話 我也是跟上次台海危機 那位大口阿輝伯 害死那幫人一樣 槍拳 所以我就叫做借景 這套戲其實很入心很入肺 這個叫做 當時在香港叫做蝶網迷蹤 為甚麼呢 是代表不同的角色 中間一大堆的言而曲折的情節 就是如何抽出染鼠 今次會不會有些染鼠出來呢 那很多人就是 就是作為資深的情節人 都覺得說 喂 你真的不應該這樣 一二再二三 那你想怎樣呢 好了 又說說一個新聞 這個就是歐洲媒體 比較有些酸葡萄 酸葡萄就是來自德國 德國最近的貿易 跟俄羅斯很倒退 就是說做得很差 那他想抱怨一件事 就是說德國的出口給俄羅斯 那個物品 就下跌了幾乎是一半 就是在三月份 急別一半 就是出口俄羅斯的德國商品 但是這幾個月來 就是進入了這個2022年 美國 這個中國的 和俄羅斯的貿易關係 不斷攀升 起碼升了超過25% 就是四分之一 超過四分之一 這視乎這個歐洲媒體 都幾硬核 就分析了 就說 這場這樣的 沒有衝突 全世界都受害 因為你物價又高 我們有短缺 中國就算不是贏得好 起碼他都沒有那麼受傷 你俄羅斯 你跟他生意越做越大 這個人印象到我的體派 一直都是對的 這個對的就是 俄羅斯之前 一直都沒有考慮 找中國做好朋友 拍肩膀 因為他只掛著老表 在2014年 克里曼亞之前是絕事 因為當時 2013年左右 就是當時 中俄那個 貿易 就是中國和俄羅斯的外貿總額 只不過是10% 就是一成左右 克里曼亞戰爭之後 克里曼亞戰爭的轉捩點 就是說 俄羅斯 就是普京總統 已經再不信任西方 北約東抗東抗東抗 再東抗 俄羅斯已經是甚至孤立和國家安全的危機 再不要相信這些老表 再不要幻想進入這個歐洲的陣營 變成西方的VIP 所以在2014年之後 中國對俄羅斯的外貿總額不斷攀升 從10%增長到差不多是16% 未來更加會攀升 但是德國就是開始力弱了 他的外貿地位 原本是俄羅斯最大的貿易夥伴 就已經在幾年前被中國壓低了 整個歐盟佔俄羅斯的外貿比率 有一半就跌到現在不足四成 繼續會再跌的 中國會繼續會升的 還有一件事最討厭的就是俄羅斯 就開始那些石油 就越賣越多給中國 中國就是這樣吸引 因為中國的能源需要很多儲備 現在我告訴你真是說中美終須一戰 或者中美終須開戰 今夜準備開戰的時候 你的能源儲備 戰略儲備不能夠輕率 所以這次好了 天賜良機了 俄羅斯的油 就不是很買得到歐洲 但是中國就多多益 就不停泵 這件事又令到 有些油荒 有些世界不是很覺得適應了 似乎我們歐洲 我們真的在歐洲 就叫做 怎麼說 複心複命 犧牲這麼大 但問題呢 著數那個呢 就是中國 這個這樣的情緒 就開始湧現 好了 我想總結幾句吧 我們看而一個國際形勢的國際事務 就需要換一換那個思維 其實就是剛剛我是有感而發的 就是我記得很多年前 幾年前 有一位在加拿大長大的賬戶的朋友 聊天 他從小到大就在加拿大那裡長大 他就看了蝙蝠俠 我都看了蝙蝠俠 我小時候都看了 不過是看電視的 哇 警惡情間 類似斯拉劇的文化 所謂的蝙蝠俠 那位朋友就說 NO 不是這件事 蝙蝠俠呢 如果根據原著漫畫來說 蝙蝠俠不是這些所謂的 所謂的警惡情間 不是這些電視劇 好像說到我是一個斯拉仔 你層次這麼低 你有沒有看蝙蝠俠的漫畫原著 其實蝙蝠俠是一個很殘忍 很代表西方的一種 暴力美學的一種表現 不是蝙蝠俠和這個 Cent Ruman有什麼熱刺的愛情 其實都是他自己很久 就是何你會做的 不過就是 真的沿著那些很少人忽略 其實很有哲理很有哲性的 就是 天空合見到葛咸城 已經變成這麼破落 這麼多惡勢力出來 而這篇合也都是一個惡勢力 也都是有power 有散能力的人 No mercy 不仁慈 對他對手私行的東西 絕對十倍二十倍奉還 Cent Ruman被他逼死 被他踢下樓 聽他這麼說 我不知道 我小時候看的Bakman不是這樣 那些Bakman很溫順 和小朋友握手 他講到如果真的在他們自小到大 在加拿大美國裏面 所理解 尤其是他們看原著的人 不是看羅里奧電影的人 他們的哲學就是這樣的 我覺得好像我是斯拉仔 你這樣說 哎呀你道理夠多 要是稱先些些 你對人好些的話 他會留你一善的 沒有 在蝙蝠俠 沿著你Bakman的思維不是這樣的 他說 這個小丑 這個奇異 都是來自很慘的一個家庭 一個很慘的來源 值得同情 不過他做了蝙蝠俠對手之後 蝙蝠俠是對他們非常之狠辣的一個對付 這個看到的官能度是令你有些毛骨爽臉 但是這個不是我正正在意這種感覺 所以我提醒你 剛才所說的中美中水一戰 我們其實不要再說 我們有多少利益 我們和他有多少生意做 我們有多少道理起手 那這些當然了 這些門面功夫留在這些 中國的外交部 中國的其他的不同的機構去到宣揚宣播 如果我們看新聞或者理解這個情況 開始就需要一些扭轉一下 試一試從這個美劇的想法去 就是美國式的想法去看 就不要再用回我們的無線牌 無線肥草劇的想法 就是我唐媽 我做了很多好事 其實我應該有好報的了 我對你這麼好 我喜歡你會改過 就像黃飛鴻一樣 你踢到梅花莊的時候 還說你什麼時候改過 不要說這些事情 你看看美國在想什麼 美國就是蝙蝠俠 但不是我們所想的 河來會的蝙蝠俠 蝙蝠俠的文化 當然要看原著 如果大家有機會 又要認識一下 這個才是美國活生生 真真正正他們所想的事情 所以對於未來中美關係是怎樣 我希望有這些新的思維 我也會用我這個思維 去跟大家分析